卑鄙 请趁我在破镜杜杰之际偷袭紫禁风宗 劝我的弟子赶紧杀绝 北冥先帝作为北冥大陆的第一先王 终于找到了你杜杰的关卡 让我偷袭着 你到底是谁 婉晴 你不是他的对手 婉晴 要誓死守护紫禁风宗 快走 休想伤害我师尊 这么弱还想杀我 婉晴 你自己去死吧 我当当北冥第一先王 竟这样落幕 这是哪儿 我怎么变成这种模样 身死刀削后 想不到我的一缕神魂 竟然附在了一个凡人身上 我居然重生了 崩山犬 黄金下品攻击 秘笈果然还在他身上 凌风 命挺硬啊 林峰是我的名字 回来你的七海 你居然狠火 你不过是个弟子 也配有我们林家的秦传秘捷 把崩山犬交腿 不然再让你死一次 糟了 七海被毁灵力全无 难道我堂堂北冥先帝 就要轮落成呆载羔羊了吗 绝不能做一代 看来我要尽快修炼一门工法才行 那就试试这崩山犬吧 神行兼备身法 想不到这么快就参悟到大成境界 虽然气海背后 但凭借我前世作为先帝激烈的无际修炼经验 领悟一本黄金工法 就像一加一等于二 崩山坊 大军进阶的崩山泉 这才一会儿就残忽了 还好是崩山泉 即使七海背后 依旧可以靠肉体力量来发动权力 就算是修为机缸的修饰 也消化而树叶 前处平庭 又是如何做到的 李峰 我说 您大人不去小人过 别杀我 你们的气海已经被我毁掉 皇后再也不能形容 回去告诉你们家 我李峰早晚会回来 滚 虽然这副肉身偏偏无奇 但只要依靠我前世的修炼经验 某段精进修行 肯定能找到方法修复气海 到时候我定能重返北农大陆 为我子金峰抱手血痕 听说曾经征服东农大陆的永恒大帝 林真昭便来自于太虚神经 那里有无穷无尽的修炼子 说不定能助我恢复起来 太虚上进 我林峰来了 太虚圣经第一美女 木兰世纪 据说其他圣经的弟子们 为一堵他的容颜 争得头破血流 我是楚司长老 负责此次的考核选拔 收徒考核的第一关 就是引动着九彩琉璃塔 发出的光色不同 确定着每个弟子的身份 地位不同 感悟其中的韵理 触碰即可测出 你们的资质 下一位 宏光资质平庸 受为外门弟子 测试的百来人 仅得一外门弟子 真是一介不如一介 长老所言极是 如若再不出个 圣子天赋的弟子 我太虚圣经 他就真的要彻底落寞 爹子忘了 出不了什么天才了 我还是谁 我用法眼窥探 此子毫无根基 体内丹田有破摧之下 是一个先天 就无法凝聚 弃海的病秧子 太虚弟子的 选拔门槛如此之低 竟让一个废柴都混了进来 快轰出去吧 来人 把他轰出去 等等 堂堂太虚圣经 选拔弟子却如此轻率 我千里迢迢来死拜师 连琉璃塔 都不敢让我一做吗 你连一个 弃海都无法凝聚的家伙 一个废物 你有什么资格 去触碰琉璃塔呀 轰出去 长老且慢 自个国以来 我太虚圣经选拔弟子 都比成公平公正 即便是肉体凡胎 也必须给予考核的机会 都不让他试试 再做判断 那就让他试试 也得大伙瞧瞧 废物 终归还是个废物 不知道依靠前世修行的记忆 能不能引头的流利塔 死子啊 天赋太差 琉璃塔能发光 那可真是见鬼了 原来九彩琉璃塔 隐藏着天智运转的大道 所谓道 自然大道无限 诸法空相 色一空 空一色 三色 上城 可以说为内门弟子 内门弟子而已 有什么好惊讶 不对 我觉得好像没有停止迹象 可以有发 死光啊 准身子的了 我看去正经 有多久没有出现过 准身子了呀 不要控制住情绪啊 生子啊 天赋绝顶 悟性高深 还是值得栽培的 喂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是吗 怎么回事 这平行武器 也没有什么根性 还会发现 死光 是太虚金光 几百年没有出现过了 是太不可思议了 要是能引动金光者 必须神子般的存在了 我还记得 能在弟子选拔时期 就能够引动太虚金光的 还是一千年之前的 太虚圣主啊 我们终于等到了一个 有我重振太虚圣经的天才啊 啊 哎 还有一道风要出啊 啊 啊 金光已经是最后一道风 怎么还要发呀 黑光 我就是你 我会遇到过黑色啊 我会为独立法 一扬相整 刚到极是变成风 这关中又从了宇宙万物 绿织的大道之内 难道他的天赋 不会超越圣主 不到神子的地步了吗 却死亡正在源源不断地 进入这个少年体内 琉璃塔正在帮助他 你惊喜嘴啊 难道九彩琉璃塔在身处 能让琉璃塔都折服于他 这是什么样的绝世天才啊 就连太虚圣主也未必能做得到啊 我感觉自己 像是脱胎换骨一样 全身充满了力量 这位少年 私质超绝 奉为我叹虚圣经的神子 一百年来了 我叹虚圣经在四大圣中排行定次 如今神子出现 不能决决时机 终于到了 神子大人 恭喜你加入叹虚圣经 请随我去见圣女大人吧 我主持的这些 这个出现了因为神子 不是神子成为永恒大帝 那我的名字也会 写入叹虚圣经的帝史 万古流芒啊 不愧是我看中的绝世天才啊 所以啊 我刚刚使用的是鸡轿 才把他的天赋逼出 你们大家 都没看出来吧 我谁没看出来 我感觉自己 像是脱胎换骨一样 全身充满了力量 神子大 恭喜你加入叹虚圣经 请随我去见圣女大人吧 行吧 我不同意 他肯定是作弊 我用法言凑视 这个普通凡人 根本没有基础 肯定是用作弊手段 才会引动琉璃塔 确实看起来神子 平平无比啊 如果连这个废物凡胎 都能当上圣子 那我这个准 圣子岂不就成了连废物都不容得 笑话 张老们都在起 那我就趁机把这个龙衣给踩死 李天霸 你说神子作弊 又有什么证据 有证据 好吧 让他与我较量一番 变个真相大白 你这个低级的废物 如果你大方的承认自己作弊 我就饶你不死 再让你给我当奴仆 每天给我穿衣提鞋 怎么样 李天霸已经步入筑基初期的境界 神子却还是一个无法凝聚气海的凡人 无论天赋如何 他能不能练成千斤的气力都很难说 两个人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 练气满则筑基 筑基成则原因 气海是修仙之人突破层层境界的关键 若是无法凝聚 神子大人想征得大 倒是痴人说梦 不行 神子还停留在练气期 而李天霸却筑基初期 两人不在同等境界 又怎能比 谁说不能比 当年 永恒达地 丁阵长 当宣位神子的时候 斩败了一位筑基基的弟子 才一战成命 若是令逢 神是神子的那块差了 今天的实验 肯定会成功啊 说得没错 神子既然能被 宗人琉璃塔选中 那自然有塔的道理 神子这些 还是真的要凶多吉少 我捏死你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我今天就大发慈悲 给你一次作死的机会 我连气海都没有 想要越急而战希望渺茫 看来只能赌一把 能死在我李天霸手里 做你这辈子最无上的荣耀 好 神子将战胜李天霸 根本不可能 居然只能针退他而已 连气海都没有 居然能够在 助击器的一圈下 安然无恙 虽然是助击出击 给我高度成了一个大阶级 更何况我们现在才 仅仅是练到了 光泛群的大阶级 历史起来 难以有什么算法 能顶住我三层的功力 算你有点本事 小小之徒 感受下什么叫恐惧之力吧 你我之间的距离 是云泥之别的距离 接下来 我就要使用权力了 竟然在一瞬间 就能爆发出 如此强大的气场 仿佛这个空间 都为之争斗了 虽然当初六立 他未能宣众 天霸称为神姿 但急儿 便是他情weise击败 这个范台 趋带称为神姿了 绝贾事敬 什么 你听吧 还在凝聚灵气 难道他向一圈 拿死神姿吗 我前世在混远子 进封以后为归 可到头来 还是被人灭 从今以后 我要换毛了 我次有斩命 忠天万物 击败你们这些 道貌岸然之辈 我要继续提升进水 再藏我一次帮残权 我要继续提升镜子 再操我一次邦山泉 果然还是轻而逆举的 收到了圆满圈境 太好了 邦山泉 孝顺 你以为以这样垃圾的黄街功法 就能击败我吗 谁给你的语气 是四大圣经的天籁歌者 梁静茹吗 梁静茹不是 爱沉沛 需要用心 来面对流言蜚语 别唱了别唱了 打起来了 封山泉 圆满圈 这么厉害吧 坚持是不知良理 看来你是招失了 封山泉 坚持是萧二哥 空怕连安 突然一根冒都赏不住 怎么可能 我在主击七炼九的玄街功法 怎么可能敌不过一个黄街的戳机功法 他连一个起嗨都没有了饭提 怎么可能赏住沃托儿呢 居然能从大城境界 迅速顿悟到圆满境界 虽然是天赋极告妖孽 也却耗费数年 才勉强炼成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在战斗中提升功法境界的崛起吗 琉璃塔果然没有选错 我就说嘛 神子是盖世天赋啊 你没说过 我在敌四季就说过 我啥的你们 交情而一 这个狭猫还要碰上四号的的时候 突然认真起来 你是唯一一个 能让我李天爸认真起来的废物 那我就让你死得其佛 太极先踪 闪天无影 没想到 李天爸为了打败神子 竟不惜透支自己的气盘 持出了玄阶禁忌功法 太虚闪电绝 这次功法能让他暂时拥有 助击后期的实力啊 若是阳心开始进去这法 这一年之内恐怕再也无法提升了 神子以前把在随为上的差距 还是现在但无法约的巨大鸿沟啊 看不见了 是不是很恐惧啊 现在就像一只乌龟 我 就要瘟中作弊 肥虎 我的真心快无闪电 死魔鬼的不滑 看不见我 是不是很恐惧啊 现在就像一只乌龟 而我就要瘟中作弊 看到你这个样子 真让人好心疼啊 看来我的爱兔 跟太虚闪电绝 已经步入了大乘境界 说啊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两个像吧小爱兔 闪电绝 前世在紫金崩崩外修炼过类似的玄机上品功法 倘若我用前世的修炼记忆来参悟他的功法 不知有没有用 果然是有用的 虽然无法彻底参透闪电绝的功法 但我可以洞悉他功法上的漏洞 我看到他们破绽 凭这种垃圾功法 别想破我的探虚闪电绝吗 我 三 三 即使是强大到你我这样的境界 也不可能在虚余之间能探觉到闪电绝的破绽啊 怎么可能 一个曲曲翻体 怎么破得了我的闪电绝 神祖祭拜李天罢了 哈哈哈 托儿 快醒醒啊托儿 神祖果然非同反响 对于凡人来说 不会有助手机抗衡 也是逆天了 而神祖不但能成功破解玄机功法 更是仅用一招入门的奔山拳 劝得越阶击败对手 他的天赋 真是深不可测啊 太阳 我得尽快获得更多的功法来提升自己 混账 你下手太狠了吧 欣然把父儿长成这样 你真是 非不可主 混账冯金 非不可主 什么混账 我有名字 我叫林峰 而且 方才是他挑的事 你却反过来要诛我 老子有句话说得好 天地不仁 但你是真的狗 你说谁是狗呢 你是狗 年轻人呢 我劝你好职未职 快快束手就亲 我又没有错 凭什么我要束手就亲 林峰虽然贵为神词 但得罪了马宝真人 以后的日子恐怕不好过 马宝真人 是大成级别的大能 自行修炼了 同境界无人能敌的闪电五连鞭 一边下去啊 即便是元英时期的修饰 也会灰飞烟灭 你个小鬼神 只蜜不悟 那就魔鬼 老夫不客气了 三点五连鞭 打一郎没有三开 年轻人 不将我得 来骗 来偷袭 明明是你先出的招 我一千三百岁的老头啊 你变得对我 这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杀就杀成之为 一个大声境界 去欺负一个练气器的人 别说了 住口 不要练 不愿不愿 啊 被谁 竟然顶住了 马宝真人如此大的威压 相当于无时无刻都在顶着重机器 全力一级的压力 他是怎么做到的 神赐他不单是天赋惊人 而且毅力如此坚定 那是不可多得的绝世天才啊 不愿不愿 啊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这算 就算天大多些 我民风也却不问任何人让跪 这条我性命 我民风也要跟你走到底 我看你是哪种不应就追应啊 我费呀 扶你不成 啊 啊 啊 哎 我是想烧死林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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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黄和老祖吗 老祖 老祖 老祖来了 老祖 两位老祖 参见黄和老祖参见山藩尊者 没想到 神子的天赋竟然惊动黄和老祖和圣藩尊者 你们竟敢对神子出售 难道是想叛教吗 哎呀 总是为九台琉璃塔选中的签柄之人 你是公认的太虚神子 你的小辈竟敢冒犯神子 在当喝醉 哎呀 老祖 我下回不干了 那还不赶快赔罪吗 啊 这些人来你都给我点面了吧 啊 神子宰上 我妈包整人烟霞 我看起你这个泰山 中了吗 两位老祖 阿宝 冒犯神子乃是重罪 既然你有悔改之心 那就罚你把太虚圣经的茅房 统统打扫一遍 刷牙 这 这也太中了吧 这个 啊 嘿嘿 两位老祖 我这事最爱干净啊 不去打扰毛肯啊 哟 想不到当神子这么爽 林芳 对我去练剑太虚上主吧 好 林芳 我 今日你成为神子 也是未来圣主的候选人 那我岂不是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修理资源 这些老祖和圣人们都是上古时期的强者 修为早已踏入圣人境界 你可以任选其一作为你日后的师傅 什么 这些老祖才圣人境界 即便是修炼的再精进 终身也只是一个停止练七七的武者 可是我们亲眼见证林芳 击败了准神子的李天霸 应该是我们的修为看不透他 神子若能拜我为师 便将翠链千年的玄天灵石赠予你 五百年后一定能成功修复气海 还是拜我为师吧 我愿献出女娲补天留下的星辰圣莲 再加上我的玄天神功相处 重去气海只需三百年 我除三万颗血龙结晶 可愿以拜我为师 结晶算什么 我把毕生修炼的十万枚九天神玉石献出 神子二百年后定能修复气海 老祖们开的条件都很不错 该选谁呢 真是烦头 要花上百年 等修复出气海 神子都一把老骨头了 天地灵气开始涌动了 这是领悟涅槃精境界的迹象啊 顷刻之间神子就领悟了涅槃精的第一层 这么快 他的修为应由炼气出气打到了炼气中气 还在不断的提升当中 神子的天赋果然令人惊叹 牛皮终于圆上 正悟到涅槃精第五层境界 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气海这么丰富 太好了 我要继续操 神子居然还带提升境界 这 这是金莲护体 天象赐福 我的天 神子已经达到涅槃精的第十层了 什么 第十层 不仅如此 神子的肉身正在重铸 已经由炼气期中气提升到炼气期圆满 我知道 当年我可是花了五年才勉强 做到的 这是哪位大能在突破大境界 这种异想已经几十年没有出现过了 定是由高人 在太虚圣经分析出了极致境界 太震惊了 这一时层的境界清真 就连永恒大地也没能做到 我们太虚圣经终于又往我崛起了 至尊 请传说我涅槃精 想到神子的根基竟然如此之差 糟了 刚才牛皮吹大 现在发挥还来得及 神子 我已将涅槃精灌注到你的尸海 你现在便可以领悟了 好 我说的领悟 是让你回去慢慢领悟 不是让你在这领悟啊 零一点反应都没有显现 涅槃精竟那么容易修炼 想要见证神子达到第一层 恐怕 得在这啥等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的时间了 如上描发 涅槃真经 大乔入主 长不倒不会 我扭倒 我扭倒 天地灵气开始涌动了 怎么样 现在他可以拜我为师了吧 不妥 神子虽然天资卓举 达到了一日十层的境界 那也只是触窥蛮境而已 那要知道 涅槃精是越往后 越难突破的 是啊 除了统于东陵大陆的永恒大帝林真昭外 再无任何人修炼的圆满境界 阿娜 你修炼了两百年也没有成就 最后还遭到反噬 袁阳禁毁 变成了女人 什么 变成女人 刚刚可没人说过这些事啊 这 这涅槃精还是葵花锚点啊 太虚圣剑被其他圣剑踩在脚下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我们等了几百年 才诞生了这位神子 如果修炼涅槃精 未能成功 那你将是太虚圣剑永远的罪人 是啊 一旦修炼失败 我们太虚圣剑 就彻底失去了崛起的希望啊 修炼涅槃精虽然风险很大 但这是祝我修复其他最快的办法 看来我得赌一把 是阿娜你长老啊 我有涅槃精 若是神子天赋足够 十年足以 十年 说笑的嘛 怎么可能呢 我们圣人境界 都要花费百年来祝神子修复 你一个化神境界 有什么能耐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老大 平时劝你少喝点假酒 你看看 我脑子烧坏了吧 神子 我练了涅槃精 乃是太虚圣剑的无上妙法 可助肉身天赋从照 修复气海 更不在话下 一旦修尘圆满 还可助就三界第一无量神体 涅槃体 十年就可以修复气海 那还当什么 就拜他为师吧 长老 我不同意 那可是 极难修为的功法 曾经无数的顶级高手 选择修炼了涅槃精 都未能领悟其中奥义 白白浪费了几百年的时间 这样做 太冒险了 诸位老祖 弟子愿意一世拜阿难为师 当场留意涅槃精 怎么办 倘若不修炼涅槃精 气海肯定难以快速恢复 鱼和熊掌乌可兼得 看来只能先放弃神子地位了 弟子愿意拜阿难为师 放弃神子之位 原以为你小子是个天才 没想到是个蠢货 神子是太虚圣境 至高无上的荣誉 多少弟子 梦寐以求 渴望这个地位 你放弃了这个地位 就是一个普通的弟子 那太虚可是天差地别 欲经魔力多成器 剑拔尘埋变一天 弟子就是想向太虚圣境证明 即使我不是神子 照样也可以正德大道 倘若连这点考验都经受不住的话 又怎能助我太虚圣境 重新觉醒 不愧是琉璃他选出来的神子 这种勇气于魄力 放眼四大圣境 也难以再找出这样一个人吧 我等修行数千年 心境竟不如一的小辈 那就便依神子所言吧 林峰 你日后便仅仅是阿难长老的 亲传弟子 多谢各位老祖 师尊 如今你已经达到第十层 通过涅槃剑的洗涤 想逼你的气海 已经修复大半了吧 师尊 那我是不是可以进入注击器的修炼 还不是时候 其实你气海近毁也算是一种机缘 机缘 师尊从何得知啊 若常人练到你现在的修为 便早已步入注击器境界 但这样下来 他们所练的每一层都无法达到极境 可突然你不一样 你口叫的气海可助你压制住经济 更尚未修复前 便能通过锻炼其他功法 累积气力值 这可是几千年来都没有人曾达到的高度啊 若想要正德大道 看来吴亚勇在练机器 打到八万斤的气力才行 师尊 来得正好 凌峰 这是我的养女苏婉晴 以后你便换她一身师妹吧 师妹好 师尊凭什么 是我先来的 她应该叫我师姐才对 凌峰贵为神子 待她日后正德大道 你必能受益 叫她一身师兄 你不吃亏 我堂堂一代摩罗圣宗的尊者 当初若不是被仇人所害 需要涅槃金仇中修尾 至于藏在这破地方 还得管连杜劫期的味道的人叫师尊 终有一日 待我恢复修尾 我定要你们跪下谢罪 你还认着干嘛 带师兄去藏金阁学取清法 是师尊 还神子 不过就是一个连七海都没有的凡复而已 安娜的发言 怕是被蒙成了吧 连这种废柴都说当做徒弟了 喂 站住 你们是玄天锋的 是又怎样 看到我们马宝峰的人 还不赶紧跪下磕头 还不赶紧跪下磕头 这几年 马宝峰的人经常欺负我们玄天锋 快跪下 凭什么 就凭你那个狗屁师傅阿难 还只是化神器圆满 而我们的师尊马宝真人 早已突破化神界 不如大乘境界 所以你们玄天锋的人见到我们 都得跪下磕头 想让我给你们跪下 你们还不够资格 必须练习些东西 你敢跟我们助击前妻前小招 要不是我的修为还没恢复 凭我摩尊的功力 你们早就会为一面 全天锋的果然都是废物 今天就让你懂懂规矩 师妹 没事吧 没事 你就是昨日靠作弊击败我师弟的林峰啊 一个连气海都没有的凡夫 竟然能够击败我助究境界的师弟 想必一定是服用了金灵丹 偷偷提升修为 卑鄙 师兄 什么是金灵丹 金灵丹一年只可服用一次 服用丹药后虽可提升修为 但对灵力损害极大 在日后的修炼中 恐怕再也能提升境界了 我看这废物 这个药效早就过了 让他今天碰到我们 岂不是要倒霉了 天霸虽在助击击初期败于你 只因他修行资历尚浅 根基不稳 而我们两个可是修炼了数十年的助击击初期 根基呢是相当劳 我们只需要略微出手就可以把你踩成普遍 我看他的样子啊 都快要尿控制了吧 我还要去藏经阁 你们一起上我 什么 这凡夫要一人对战两位助击初期 他是疯了吗 真是阎王面前充老鬼 不知天高地厚 我们所修炼的玄机功法 闪电剑法 我们所修炼的玄机功法 闪电剑法 一道大成性截 闪电剑 传说闪电剑与马宝真人的闪电鞭法一脉相承 每次会见都由于一道闪电皮下 让对手四分五六杀人于无形进去封猴啊 闪电剑 助击初期所爆发出的五星星气力 这足以碾压所有联剑器的修饰了 更何况还是毫无气海的灵风 看来他必死如鱼了 什么 这可是涅槃经第十层的迹象 对于低阶修饰可以进行境界压制 经过对方的行为 他刚刚入门 就达到一日十层的境界了 这也太逆天了 波山春 怎么会这样 一个连气态都没有的凡夫 怎么可以提早工人前面的闪电剑 他真的是那几生气 不可能啊 原来在涅槃经的加持下 灵风的繁体已经得到了重塑 天地灵气汇聚 就会化为气灵 竟然只用黄金下品全化 就挥出了近七千斤的气灵 将两个珠奇珠奇地子完全碾压 此人天赋真是恐怖如斯啊 别过来 别过来啊 别过来 别过来啊 别过来 你干嘛 我就是想提醒你 你要扣着 你给我等着 李凤 你等着 不行 我可是堂堂一代摩尊 怎么会对这种无名之辈产生感觉呢 要保持住定理 绝不能让他看出我有任何意义 师兄 怎么了 师兄 谢谢你 不过 我们得罪了马宝峰的人 八十床才大祸了 早就得罪了 马宝真人 这会儿估计还在洗毛测 是谁 谁在背后说我呀 原来这就是草银河 有点意思 林峰 见过师姐 我叫金梦兰 我在地子水瓣会场上 见识过你的绝世天赋 想必你将来定能政务大道 多谢时间画家 手用第一枚 我看也不怎么样 我们苦心追求孟兰那么久 他们能掳获他的方心 这个废物凭什么 这废物因缚币 已被废了神子之位 现在还敢出来照耀故事啊 一会儿七力值测试 他一定露下 这样孟兰就能看到他 真实的丑恶嘴脸了 林峰 想必你是来挑选功法的吧 正巧今由我来主持七力测试 那便是能测量出 练气七境界七力值的灵杯 转说由开天PT的盘古之学的电话而成 藏经格会自行匹配 与你七力值相等的功法秘籍 哎 绿光 什么 绿光 至少要七力值达到一千以上 才会出现绿光 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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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 怎么可能啊 好厉害啊 悬天仙剑 作为入门弟子 能得到上古见仙 牛欢清算的 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 对 晚秦师妹 恭喜啊 仅仅一年就达到三千七力值 甚是厉害 多谢了 只需三千战力 有什么好敌压的 真是没见过世面 看看我了 我好幸福了 天才欧阳博 据说他仅仅修炼一年 就达到了七力值大乘境界 据说他为了提升七力值 尾到五十 就用三味蒸火炊炼肉体 到了亥时 就用天寒玄冰浸泡身体 反反复复 简直是拼虎两成天哪 他拼着这惊人的毅力 让七力值提升不少 实力大乘 好优势 好优势 老娘们都疯了吗 这种男人 在我们摩洛圣经 连夏总都拼不上 你就是被圣主剥夺了神子之位的林峰吧 连个气海都没有的凡夫 圣主没有把他提出太圣境 都已经是太仁慈了 是啊 林峰 你也不嫌扫得慌 我要是你被剥夺了神子之位的话 我哪有脸出来见人呢 实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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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作证 林峰是自己放弃神子之位的 他的天赋 毋庸置疑 有没有天赋 我不清楚 不过 主动放弃神子之位 就足以证明他的脑子 肯定是被驴给踢了 林峰啊 你要是当众承认 你的神子之位是被剥夺的 我还记你是条汉子 你要认为自己就是个智障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师兄是来领取功法秘籍的 不是来听区婆父骂街的 婆父 你骂谁呢 说的就是你 你 好 今天就让你们看一看 练习其大臣境界的实力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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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就星光 金光 哇 八千 差一点就超过临被测试峰值 一万斤 千纵之资啊 这是多少练习其修士 十年的望尘莫习的实力 求战神功 哼 看来我所展现出的超级天赋 已经把你给惊呆了 怎么样林峰 你现在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吧 哈哈哈哈 林峰 你好歹也当过一天的神子 何不展示一下你的实力 让大家都看看 写了什么啊 带本魔尊恢复修我 你这楼椅 我根本不放在眼里 今日 在与马宝峰弟子对决时 林峰所爆发出的气力值 应该有七千斤 倘若在大庭广众之下输给了欧阳博 肯定会被关于史上最弱神子的称号 怕是要成为百年来的笑柄啊 那我就试试 听说你师父修了半年 才达到涅槃镜的第一层 而你才刚入门 下面连涅槃镜的出窥门镜都没进 我就坐等看你这个废物的效果 本来打算低调选举功法 可是你们非得逼我装笔 好吧 那我就满足你们的心愿 装个大笔 这一钱都要挥出去了 还丝毫感受不到他调动的灵气 这么多的天赋 怕是这灵杯 连反应都不会有吧 欧阳师兄 此言差矣 他可是获得琉璃神塔的认真的神子 我们也得相信他 一个贬低一个捧杀 这灵杯果然没有反应啊 这么弱的天赋 活天下之大忌 可待师兄 要成为百年笑柄了 你太能打命了 你们快看 金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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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怕 即便是金光 那我也胜全在我 毕竟我的实力 你太能打命了 已经达到练气器的大成了 黎峰 已经达到练气器的大成了 目前C值测算 凌峰仅在短短一日 就已经进入练气器圆满境界 这绝对是神子的资质啊 这是什么样的天资啊 什么 一万 这怎么可能 他才入门一天啊 这一十层的境界七升 太可恶了 我苦休一年 偷吃了师父 输十可无神丹 才达到练气器大成 没想到 就这样被练了一天的黎峰给碾压了 天杰功法 天杰功法 金光绝 是 金 金 这云峰 运气也太差了吧 怎么拿到了一本天杰功法 天杰功法极其深奥 需领悟天地之运力 调动万物之灵气方可修炼 这本功法对于林峰来说 相当于一本无子天书啊 就算是拿到了 也领悟不到 天杰功法 看说 永恒大帝林真昭 就是凭借此防御功法 成功挡住了想要吞噬三界的 洪荒魔罗 林峰 虽然拿到了天杰功法 可惜啊 以他目前的修为 无法参透其中奥 不可能修炼成功的 金中诀 太好了 有防御功法在身 正好可以弥补我七海不足的缺心 中在干嘛 当中修炼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一幕好熟啊 难道它又要当场顿悟了吗 我们确实见过林峰 当场顿悟涅槃精 但这是天杰功法 需要凝练体力的气海 来调动天地之灵气 没有气海的辅助 仅凭肉体 于死海 是很难修炼成的 居然当场练天杰功法 此次虽然天赋超凡 但怎可傲慢到要当场修炼天杰功法 就算强入我长眉 也需要调动万物之灵力来助我断物 即便如此 我也花费了数年的时间 才得以出窥门径啊 没想到 他不仅放弃了神子之位 如今又要当场修炼难度极高的天杰功法 简直就是哗众取宠 愚蠢至极啊 装无作用 你会随便比划两个这种练子 不能三岁小孩呢 是呀 照片照白车的鬼呢 道说话随 乾坤无极 尚善无为 万法归真 岳头 立成了 免协 占成了 占成了 就让我尝试运转下这天杰功法了 那好像是修炼成功的技巧啊 怎么可能 仅仅扎眼之间 林峰既然真的练成了天阶功法 还是圆满定见 不愧是神子之姿啊 我没看花眼 这林峰就这么轻易练成了 不愧是我常没看中的弟子 我早就说过 以他的盖世天资 修炼天阶功法 本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果然不服重妄啊 喂 你之前没说过 我说过 没有吗 这个我不记得了 练完此功法后 好像把自己的肉体 得到了再次重重 全神涌起源源不断的力量 天阶功法修炼难度非常大 普通人如若想修炼到大成境界 都需要耗费数十年 乃至数百年的时间 想不到神子竟打破了定律 眨眼之间 便修成了大成境界 聪明决定啊 如此超凡的悟性 太震撼了 导爪金龙决 是极难领悟的天阶功法 就算拥有超级天资的 金丹七修士 也需要参悟数年之久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竟然耗费了我两个领悟 看来此功法的确很难修理 什么 即便修成了天阶功法 他居然看起来 好像还是不太满意的样子 自己的要求也太严格了吧 凌峰 快成长起来 成为大帝吧 太虚圣尽在等你助他崛起 凌峰的天资 真是深不可测啊 不行 那我在干什么 我可是堂堂一代摩尊 怎么会对这种无名小辈 产生感觉呢 像这种功法 我也能瞬间领悟的 小小好帅啊 小小好帅啊 太厉害了 我现在喜欢你了 难怪姓妹们会为她找你 然后对我有点钦佩她 一个被废掉的神神 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就是凌峰 就是 师兄 此人是马宝真人的大弟子李天行 太虚圣尽的圣子之一 性格嚣张把扶 平常欺负我们全天风最为甚 十分令人厌恶 真想不明白 我弟弟乃是天资极高的筑基初起 怎会败给你一个练七七的废 本圣子素赖仁慈 今日只要你当着众人的面 爬过来为我舔干净鞋子 日后见到我马宝峰的人 都要扣到座衣 兴许我会考虑放你一马 李天行 你过分了 虽然你归为圣子 但我太虚圣仙又有宗门规矩 藏经格乃是专业之地 不是你来闹事的地方 吉蒙兰 此前我恩赐你做我的追随者 你不愿意也就罢了 想不到进去袒护一个 连气海都没有的废 太让我失望了 林峰乃有神子之姿 乃是我太虚 胜尽百年难遇的天才 品德高尚 而你最有圣子之名 却常在背地干这种苟且之事 论天赋还是德行 与林峰相比 你差得甚远 你 让你做我圣子的女人 是你五百年修来的福分 你不领情也就罢了 居然去抬高那个废物 来羞辱本圣子 你是不是以为 击零一个姑娘算什么男人 有本事冲我来 你算什么东西 敢这么跟我说话 没有了神子之位 你就是个废物 行不行 我只去灰灰衣袖 便可以将你碾压成鸡粉 真是红颜祸水 李天行可是逐渐后期的境界 实力太过悬殊 师兄妹的女人 还偏要给自己找麻烦 圣子 方才我在路上跟她战斗过 她的气力值一达七千 不如小区 这么点实力就怕了 马宝峰怎么会有你 这两个软的 居居楼屹竟敢 不给本圣子颜面 梦兰 今日我就要让你亲眼看到 这非我是如何被我踩成肉饼的 既然你非要纠沉到底 我就接受你的挑战 那我就成全 李天行可是天阶的高手啊 欺人者 人横欺义 嚣张跋扈 终会遭到暴 我就站在这儿不动 你尽管攻篮 我是天高底下 李天行可是百年鱼的超级天才 仅仅修了一年 这一大铸鸡期后期境界 葛牧他们实力悬殊 他本人心狠手辣 林峰怕是要遭罪了 竟然想站着迎接我们圣子 真的是白痴行为 真不理解 师兄是脑子进水了吗 是福不是祸 是祸都不过 何况我已经修成了天界功法 应该可以应付 完了 或许 今日就是林峰的忌日了 今日我就要让 看虚圣经的人都知道 你无法被我李天行 收服的一条狗 林峰 李天行可是我 骂抱着最得意的弟子啊 当我弟子宣骂在世 差一点就被 流离他给宣众的圣子 如今是通情节 最嗆 对福尼这个恋气 既然说是大财骁勇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乱 天外有天 任外有人 师父 好了没有 我好急啊 明日我就要让 太虚圣经的人都知道 他被我李天行 收服的一条狗 走一软经之间 苏快乐像光一样 点人难以置信 我给他死定了 师兄 三手别太轻啊 真是不得两理 情中卷 可是精难修炼的 前节骨髮啊 就凭你个连气齐的 最多也只是个 愁鬼闷静而已 辱闷都是很勉强啊 还想当主安托儿的 太虚三点章 难 难遇上晴天哪 李峰居然挡住了林天行的一击啊 李天行的太虚闪电掌可撼动泰山 竟然被金中卷给挡住了 啥啊 大成经济 这这么可能了 要想修正 天节骨髮圆满经济 至少需要数十年啊 把他区区一个连气器 怎么可能捉到呢 哎呦 竟练成了金中卷大成经 这费物是如何做到的 林峰属在练气器 只能在一瞬间 就将天节骨髮 修炼至大成经济 果然是我崇拜的超级欠菜啊 那又怎样 你以为仅凭防御功法 就能赢得了我 鸡翅蝼蚁 看我如何拧到你的脑袋 斗软金中卷 那龟壳就要裂开了 与学练技器 我看你如何抵挡得住 啊 放不下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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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震惊了 林峰是什么妖逆啊 将要用黄金下品的拳法 把李天心打飞了 这是我身边建国最强的剑材 没有质疑 师兄刚刚爆发出的气力 好像比这件更强了 天阶功法一旦达到大臣境界 不然能重铸若身 更能增强修炼者的根基 估计林峰这一招 至少要一万五千斤 圣哥你没事吧 两个蠢货 这叫只用七千斤的气力 明明是两倍好吗 只是被这两个飞们给坑砸了 林峰 你以为今天蛮力就可以行得了我吗 这不仅比的是修为 还得靠脑子 你中计了 就在方才 在你周围暗征部下的三别锁魂阵 竟一点都没有查去 不愧是太区圣境的最强大 这是聪明决定 三别锁魂阵 传说那是马宝珍人在他的绝学 闪电五菱边中演化而来的密传阵法 是用秦宁雪炼制锁魂临湿布阵 专门用来困住天宁妖孽灵兽的 一旦被阵法锁住 其身上灵力就会被虚弱将近七层 也就是说 失踪在锁魂阵里面 只能发出三层的功力 没想到李天心为对付林峰 想对我稀释重宝 他该如何破解呢 除非稀尾达到增丹器以上 否则根本无法进 太卑鄙了 竟然敢阴冷功 不愧是我马宝珍最爱的弟子 挤成了我迎仙交叉 诸志夺目啊 李华 在我们一串的三别说欢症面前 总然是你有三个头六个饼 也是茶区难逃 天心 为我马宝珍会点叶叶就全靠你了 糟了 根本发挥不出全部的气力 能比我始终三边锁魂阵 算你有点天资了 如今我再送你一场 闪电三连鞭 没想到李天心 竟然是一个闪电电法 虽然没有达到马宝珍人的五连鞭 但也足够碾压林峰了 怎么办 再这样下去 别做就危险了 师兄小心 啊 一切无管惊不惊 林业受限 无管惊中觉死不出来了吧 我可要回出第二边 你 哎呦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你千神的第一边已经如此炸裂 后面两边会越来越强大 林峰根本毫无还酒之力 已经是带他的羔羊了 你说什么 林峰可是有神子的盖世天资 是一个圣子 又怎能奈何得了他 他已经无计可施了 天队躲魂阵 别说是练屁性的繁迟 不但是助力性的消息也会出了就行啊 这只能心里远超林峰 林峰哥哥小心啊 啊 这么躲下去也不是办法 得破解阵法才行 我只用我前世的修炼机 能不能看破这阵法 废呦 害怕到闭上眼睛 这个林峰怎么定住了 他在干嘛 并不是 虽然我不懂习中道理 但上次击败凌天罢神 他也是这样的 谁满则瘾 月盈则 这天地间根本没有完美的事 就如这世上没有一面不透风的墙 阵法隐秘 我找到索魂阵最薄弱的阵眼了 怎样这样 谁满则瘾 啊 啊 怎么会这样 我苦心不暇的索魂阵被我自己给毁了 是吗 啊 这 神子果然是天才啊 原来索魂阵的薄弱处在东南角的阵眼上 林峰虽然无法调动灵气 但他却利用李天行的闪电鞭 成功破解阵法 李峰果然俗之多么 让李天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你们真是厉害 对啊 多谢你 破了自己的索魂阵 即便破了我的索魂阵 一样可以赢得了你 闪电鞭的最后一鞭 终于将你魂飞魄散 我的崩山犬威力不及他 如果我再仓魂阵 会不会再增强呢 这个琴娘啊 头儿终于要施出最后一遍了 这同情戒毒还没有任何弟子 能够称重你天衣的第三名 李峰你也不例外 登得死乔乔吗 哎呦 哇那个琴娘啊 天心都用了我密川的三线变法了 他对不过我这个年轻级的小皮汉 啊那个琴娘啊 嗯 我居然能打败圣子李天行 不愧是我阿难的徒弟 啊哈哈 无愧是我看好的神子 哈哈哈哈 什么可能 吃什么拳法 竟然打败了师兄的闪电片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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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李峰有神子的盖世天资吧 怎么样 见识到他那厉害了 想不到师兄 竟突破圆满 运用出更高一层的究极拳击 加上斗转金龙诀 贯穿金脉 根基的提升 我把厨的气力 你之前整整提高了数倍 林峰 你给我等着 你别人在这盛子 马宝真语 饶不了你 对对对 林峰 今日起 我约护你左右 追随于你 直到你振得大盗 怎么情况 师姐要追随于我 你可愿意 林峰不踩 修为还不够 恐怕还没这个资历 林峰 你谦虚了 我金门蓝一直梦想 能追随一位 天资卓绝的天才 与他一起并肩修行 而你乃是琉璃塔 选担的天秉之人 能够追随于你 是我的荣幸 可以让师姐追随于我 也是我林峰的荣幸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这第三边的威能 恐怕已经达到 半步金丹的修为了 可惜我的攻击攻法 就只有破杀权了 那就躲一躲 别哭弄玄虚了 是避不开闪电边最后一边的 为修此功法 我每日苦练 挥边三万余次 千金顶一万余回 终练到大成境界 如今同境界中 再无接手 林峰 无论是比努力还是比修为 本圣死都全面碾压你了 想要打败李天心 就必须再次突破全境 才有事做 道心无巧 天地归 我今儿真的突破了圆满境界 令悟到了邦山权的 究极全境 那就试试 究极全境的威力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但是我 我爹曾是 看去圣经的一位长老 已经被仇人陷害 倘若有天 你达到圣人境界 我希望你能为我出手一次 为我爹报仇血恨 既然世界已经追随于我 那你的事 便是我的事 从今以后 我们共同印证大道 风哥 我也要追随你 道不同 不相为难 我看还是算了 风哥 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都要追随你 你认为大哥 终于为大哥 我欧阳谷跟进你了 哎呀 吓死我了 啊 师傅 你在这家救人可就打完了 你叫他令峰可以打的 哎呀 你可真听我说主啊 你这个不当气的东西 你还幽怜会来了啊 这马暴风的脸都快被你丢进了呀 吼你个令峰啊 两日之内 你竟然打败我 两命狗吐 我马暴风 啥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啊 哈哈哈哈 令峰 我要弄死你 我要让你知道知道 啥就大声之为 不肯如意啊 气海无法凝聚 始终是我的缺陷 战胜李天行只是侥幸 若不再彻底修复气海 恐怕修复就会停滞不起 徒儿 找的是何事啊 师尊 由于失去气海 弟子只能靠肉身 催动天界功法 如今肉身的承受力 已到极限 倘若要完美地 驾驭天界功法 提升修复境界 就必须彻底地 修复气海才行 徒儿莫及 欲修复气海 需要练到涅槃经地 三十层才行 以你的天赋 不出十年 应该就能达到了 十年 那你想多久 一日 为师明白你 急于修复气海 当年为师也是 花了几十年方才成功 纵然是永恒大地转世 也绝无可能 弟子愿意试一试 为师知道你天资超凡 可这想要达到三十层 不是一朝一夕 能做得到的 日后 你要跟为师好好练 保你十年之内 方能达成 十年太久 我要只争招新 我一定要参悟到 涅槃经第三十层 彻底修复气海 万物有景 心神合一 仙道光芒 应白熊 我已经参悟到 去十五层了 什么 转眼睛居然已经突破到第十五层了 怎么可能 十十五层 您是当年也是花了十几天吗 师父您刚不是说几十年吗 你你定是听错了 听错了 这十五层是初几 往后的每一层会更难 想要一日达到三十层 纵然是绝世天资 也差太远 差太远 气责发霉 捏板之间 无为自话 这么痛快发 无效 助助手 继续 断真灵 第十八层 原来参悟年半斤 越往后修炼 所耗费的灵力就越多 再修炼到第二十层 就明显感觉体内的灵力 快要耗不耗 太不可思议了 竟能引动如此的天地异象 又有高人在太虚圣经 动物出了极致情境 我为什么又要生出一个柚子 一日就练到了二十层 这也太逆天了 没想到 我太虚圣经 居然出了一位 前无古人的超级妖孽 绝其有望了 像当年 阿难修炼到第二十层 花了他三十多年时间 想不到林峰在一日之内 竟飞升至二十层 这真的是前无古人的神迹啊 太好了 我已经感觉到体内的气骸了 必须斩生追击 说什么要一口气 动物到第三十层 我以为你要放这儿数十年 你怎么到你一日就发生了 你现在就是需要大量的灵气 来凝聚你的气骸 否则日后根基必定受损 你施助你一臂之力 我耗费百年萃取的住基业 都在这儿了 就看你能吸收多少了 这 这没辣 居然还不够 究竟是什么样的气骸 可以容纳如此之多的灵气冰房 气骸如此之庞大 竟然引动天地 为他收纳万物灵力 这哪是气海 简直就是真正的大海啊 一个炼气漆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气海 你放 放在这儿 吸了 你放 把身体承受不住 这海平面不要再撤了 一旦你的身体承受不住气海的膨胀 就会蹊跷流血 炸裂而亡的 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海了 我还能吸收 我一定能遭救世上最强气海 因为东陵大陆有史以来最强的修仙者 我身上的灵力怎么突然被抽干了 怎么是谁干的 他不仅在吸收天气灵气 好像万物的灵气都在被他吸纳 我的金灵 我的金灵 是何人抢我的金灵 涅槃重生 祝福大城 他真的达到一日三十岁 修炼出了初步涅槃经 这件事若传输去 定会震撼整个圣经 徒儿 恭喜你铸就了如此庞大的气海 保守估计 你的气海容量 已经超出了平常人的数十倍 师尊 这气海越大就越好吗 并不是 你现在已经步入住基期境界 往后提升修为的每一步 都需要不断地凝聚气海 直至结成金灾 故而进入金灾期的修炼 对常人来说 需要花费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而你的气海如此之庞大 即便天赋再强 恐怕也得上千年 上千年 不过气海容量越大 你所驱动的气力值也就越大 一样是使用同等级的功法 你的力量也是平常人的数十倍 凭借如此雄厚的根基和气海 在同境界中 你再无敌手 甚至还可以跟那些老妖怪们 越积而战 林峰虽然在住基期同境界中无敌 但是想要凝聚气海 步入金丹气 恐怕还需要漫长的岁月 不知是福还是货 对 混元圣境的人来了 说是要和我们太区圣境 来一场弟子间的切磋 这混元圣境 不是一直和我们太区圣境不和吗 怎么突然就派弟子 前来切磋交流了呢 每当赤月巢穴开启前 他们都会派弟子前来 表面上是邀请我们赴于暗地里 其实嘲笑我们 派不出弟子去呢 赤月巢穴 等你修行到一定境界 为师自然会告诉你 我们四大圣境竞争不断 尤其是混元圣境 时常把我们踩在脚下 以后如果在外面遇到了混元弟子 一定要格外小心谨慎 走 我去混为他 按照规矩 你属于初级入门弟子 没有资格参加比武切磋 走 去看看 诶 师尊 那看看吧 哟 哟 哟 这不是阿南道友吗 差点忘了 现在应该叫你姐姐了 比武马上就要开始了 届时你太虚弟子 被我弟子玩腻了 你可不能哭鼻子 就怕你的徒弟 也和当年的你一样 被我打得落荒而逃 连裤子都没提上 那可就要出笑话咯 当年是我太轻敌了 这笔账 我迟早要跟你算 呃 唉 林峰 不要刺呢 虽然你现在等级不够 不能参赛 但你在太虚弟子中 已是佼佼者 来年就能参赛了 定能我有太虚 盛情争光的 谢谢师姐 今日混元圣境 不远万里前来切磋交流 各位弟子 一定要好好把握 这一次比武的机会 下面我宣布 比武正式开始 唉 这不是师姐算了 师姐当年也是天才人物啊 如果师姐算了 我们就胜利再忘了 师姐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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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废物当中 你还算是有勇气 你们俩一起上吧 一起上 就当拿你们俩的废物 我弄金了 上 啊 张廷毕竟是助击后期 就算是十个欧阳和晚清 都不可能战胜他 这太虚弟子 怎么这么不堪一击 我徒儿还没使出权力呢 在下张廷 能与我混元胜进 排名第四的弟子比武 怕是你们一生 最荣耀的时刻 嚣张得很 光说不练甲马 是 我来挑战你 既然想自己骑着我 我便成亲 除了我大哥之外 我这是练气息的 最强舞者 只用一拳 就能让你分身碎骨 郭阳伯不会是 练气息的最强高手啊 郭阳伯的全速已达到了极限 同经界的弟子 根本就无法应对 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轻而易举地就接住了 看来 他的实力不容小觑啊 果然是个没用的废物 就这点本事 还敢来丢人蟹眼 竟敢笑瞧我 全劲太小了 你难道是没吃饭吗 这是个什么怪物啊 我的灵力 竟完全被他压制住了 真美 不跟你玩 我严身掌 这小子虽然语气嚣张 但的确是个天才 木色气力值 已经达到四万斤以上 就算是凌风扇 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难道太虚圣静 就这点本事吗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把两个蝼蚁踩倒 还真没有成就感 我给你拼命了 我给你拼命了 你拼命了 你拼命了 真烦 垃圾粘在手上还甩不掉 求饶吧 求饶 门都没有 喂 比赛值切错而已 你怎么能放过伤人呢 对不起 是他太弱了 我真不是有意的 大哥 我给你丢人 你 你没事下去 怎么 又来一个费 这里还轮不到 关元小贼 竟敢到我太虚圣静撒 今日本圣子就要替天刑挡 别怪我没提醒 劝你还是先背上黄魂丹 若是被我的审殿鞭击成 那可是要魂飞魄散 这是一个排名第四的混元弟子 竟敢萧承睁这样 你的武力在本圣子眼里 就如荧光之鱼好运 根本不值一提 探虚弟子比武都是废武 吹牛反倒实力不俗啊 今日若是不把你踩在脚下 我就不是太虚圣子 哎呀 这帮饭通啊 这几日你不知道 把万兔儿为了弃神功法 一钱挥鞭十万 再加上我熟记的 年菜饼包为他主题 不是莫名轻妙了 洗粥了一部分 别说三鞭了 四鞭都变成了 这也对付您是潮潮犹豫了啊 不出两点 那个张庆啊 别随地求饶了 把我发出来的微能 果然不同凡响 这回我们太虚圣经了 是要帮死你成了 阿娜 你这个废物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骂包真人 最强的底子 登全性斩首了 魂渊神经 我的三点五点点法 将会命向东岭大陆 掌切最贬搭的吉儿 就是命风的命钱 命钱 怎么样 现实到闪电边的威力了吗 你也就比那两个废物 强一点而已 还敢嘴硬 方才我只是试探你的功法 没想到你竟如此嚣张跋扈 还妄想可以与我比敌 可笑 这小子的实力 果然深不可测 难道我们太虚圣经 就这么输了吗 魂渊神长 太虚圣经 先一辈的圣子 居然如此 别得意的太早了 就算你打败了我 恐怕也打败不了 太虚圣经的最强弟子 他可是能让琉璃塔 认主的昔日神子 你们废物堆里 还有慈等人物 是 他就是 改变时代风气 逢魔幻天少女 欺购青年人的内涵 这是我旧周五届的 超级天才 林峰 你这样搞我很尴尬的 林峰 只要你也败给了张廷 就再也没有人 记得你曾经经过我的事情 猛难见到你 被痛扁的样子 他也会对你失望之奇的 你死定了 前面那几个是废 而你是蠢货 那你又是什么东西 像你这种萧小之辈 我打十个都不在话下 那我就让你一只手 你这副狂妄的嘴脸 还真是可笑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看到你跪地求饶的样子 张小仙 什么 林峰连功法都没有使用 就借助了张廷的权力一击 怎么会这样 刚刚那一拳 我可是用尽了权力 居然被他压制住了 在废物队里 你是唯一一个值得让我拔刀的人 不过当你看到我这柄刀石 也就是你的死期 混员神掌 只是张廷日常运用的玄界功法 而不知名的神秘刀法 才是他的必杀技 据说结果其他法人 都被其斩念 无依神还 难道 这就是来自 贪玩来月大陆的 传世之刃吗 怎么会在他的手里啊 传世之刃 没错 这把刀 是用极含玄铁制成 重打千斤 杀人不见血 只因血还没有溅出 就已经被极含玄铁凝结 传说 最强武者渣渣灰 就是凭此刀斩灭强敌 大义灭亲 连兄弟都敢砍 最终征服了整个蓝月大陆 这下临风真的有危险了 岂止是危险啊 都有可能剁成肉泥啊 亲 就用你这废物的血 不住你的传世之 此时将临风推出来 不合适吧 他虽然是盖世天资 但也弥补不了 气海据损的缺陷呢 以他现在的气力值 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啊 贸然出击 肯定会被张婷虐杀致死的 对 李风才加入 太区圣经短短几日 这两笔是对他来说 太危险了 哎呀 今天是找借口了 才加入圣经几日 那当无灵光 以身这个身份 几百亚填码 那可都砍住了 这就诸一整命 令风 天资朝月 此战关系道案 太区圣经的恋灭 李风 你就是最后的希望 加油啊 加油 可恶 这个李天心 明明就是让师兄去送死 还说得这么道貌爱人 看来 太区圣经全军覆灭 无人应战啊 只可惜啊 张婷 是我们混元圣经的 普通天才而已 比他厉害的 比比皆是啊 你说气不气人呢 那就让我这刚加入 圣经几天的弟子 林风 前来会会 大哥要踢我出头了 太感动了 李风 张婷就交给你了 原来 你就是那个所谓的 超级天才 你说你刚加入几日 不到三日 刚入门三日 再天才能强到哪儿去 那我就让你一只手 都转机中去 没想到 林风用的是 斗转金中诀 挡住了张婷的这一击 要知道 张婷这一击的威力 足可以开天辟地呀 知道防御的废 有种走出鬼壳 和我正面对决 那我就放弃防御 你尽管来过 真是个蠢货 只是用了一下 激将法 你就中计 那就让你尝尝 我圆满境界的 切刃刀法 切刃刀法 放眼 东陵大陆同辈子 无人能挡住 张婷的玄阶上品刀法 这刀法的奥义 有灵力 凝聚在刀刃 再形成千刃之力 一刀辟除 千刀万刀 别说是铸鸡器 若是金丹七修士 也将会消成肉泥 林峰 总让你有九条命 也不够死的 哈哈哈哈 张婷 你可要使出权力啊 弄死林峰 弄死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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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出了 这是空手 接排刃的 这就是链到涅槃金 第30层的效果 再加上 庞大的气 木转和铭链 林峰重铸的 不坏金身 无压于任何 金丹七的链链 好强的握链 感觉像你说 大山压在了 这刀刃之上 爬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鬼 十重崩三圈 乖乖 这太厉害了吧 这 这怎么可能 就一拳 就将张婷击倒 气海庞大的优势 终于显现了 林峰 怎么样 体验到力量 强大的快感了吧 不可能 这 这种烂大街的 黄金厦别够放 居然能爆发出 六万斤的气力 还击碎了 我的传世之人 这根本不可能 难以置信 短短的数日 林峰竟然就 修复了自己的气海 并且爆发出 如此强大的气力值 哎呀 真是惊天神迹呀 这怎么可能 大哥真厉害了 林峰怎么变得 这么厉害 你了 郑子 你这是喜极而泄吗 我们果然是同道众人啊 大哥赢了 赢了赢了赢了 去死 呀 呀 呀 哎 这些 师弟 你输了 师师姐救了你 要不然你就死了 据说花月初的剑法 出神入化 继承了上古剑仙 牛幻的天界剑法 实力相当恐怖 就算师兄再逆天 你还是很难有胜算 阿南 花月初可是我排名第二的徒弟 他早就修炼成了半部金丹 对付你这个助击出气的徒儿 简直是一如反掌啊 你不想让林峰死得快 还是让他趁早认输吧 这句话还是留给你自己吧 嗯 林峰 你很强 但是我的剑 更快 起了 这把剑是我用天地灵气 酝养五十年 与我身魂共体的本命剑 无脸 它展规无数妖孽与金丹墙顶 每当滑过空气 都会抱响出那些黄昏的爱与 你今天有幸见它 也是一种缘分吧 我想起来了 它就是五十年前 为父报仇 传说只用一本飞剑 就涂露了一整座纵风的女剑魔 雪莲仙子 更令人胆寒的是 当年 他才仅仅是铸鸡棋呀 雪莲仙子 剑法朝群 极弱游龙 杀人不见踪影 希望他还是给林峰留个全尸吧 湘老 你说什么丧气话呀 大哥这么强 肯定能留个全尸 不 肯定能赢 肯定能赢 如果他真的是传说中 那个女人的话 我雪林峰真的危险 林峰 我要出招了 我 Sham定能赢了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快点 穿着 北京 我们下集再见 是不是 可爱 我们下集再见 给它 这是个高端局啊 姑娘 你很强 你也很强 你是我值得尊敬的对手 林峰 你真是个十年难遇的对手 竟能与我欺负相当 我花月车 坐开最盛地 能遇到你如此强努 应是幸运 你也是个可轻的最盛 接下来 我要用钱 什么 什么 什么还没有权利吗 东周生 叶盘铁 就算是永恒大帝临珍州 也许数十年的时间 才能出征境界呀 这简直不是天才呀 这是变态极的天才呀 房子 比赛 熊 疼 他什么时候将涅槃精跟崩山泉融合在一起了 没想到林峰这小子有心这么高 从混沌初开以来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逆天的弟子 不出十年 他的修为说不定会超过东陵大陆的所有人 林峰 我输了 今日起 我要回去在闭关修灵十年 希望十年之后能再与你一战 我随时奉陪 今日比武 我混沌圣经甘拜下风 三月之后 赤月巢穴开启之时 林峰 你有胆就来参加 我混沌圣经真正的顶级天才 一定会将你免压至死 我朋友气 慢走 不送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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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赢了 赢了 赢了 终于有希望写入地实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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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暴风 我要把暴风 我要弄死你林峰 师尊 赤月巢穴到底是什么地方 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 赤月巢穴是东宁大陆上的一处秘境 每逢十年开启一次 由于结界所限 巢穴只允许金丹期以下的秀士进入 那里藏满了天才地宝 尤其是孕育在赤月巢穴内的那一枚神柱 聚集了天地间最精准的灵气 可助助其其秀士断经练古 成就无上根基 几百年来 我们太虚圣境在赤月巢穴 被三大圣境联合所针对 每一届的弟子无一例外 命上皇权 所以这几十年以来 我们再也没有派出过弟子 进入过赤月巢穴 弟子想去试一试 太危险了 那里不仅有无数的顶级天才 还有修炼了几千年 故意压制在住基期的老怪物 他们为了夺取金丹 甚至互相残杀 徒儿 修炼器还有很多方法 没有必要选一种最冒险的 可是 如果连赤月巢穴都不敢去的话 又怎么能念旧我的无敌之心 未来的我 又如何成就无敌之道 想不到我徒儿有如此魄力 但赤月巢穴 聚集着东陵大陆最顶级的强者 以你目前的实力难有深算 师尊不会骗我 看来我还需要赶快提升修为才行 听欧阳博说 冲击太虚排行榜 可以获取上古修炼资源 不妨去试试 师尊 太虚排行榜是什么 你居然知道太虚排行榜 林峰 那边是太虚排行榜 结果 太虚排行榜分天地两榜 这位在金单词以下 则可挑战地榜 只有迈入金单词以后 便可挑战天榜 但不论是天榜还是地榜 挑战难度都极大 是啊师兄 听说一百年间 有无数弟子进入藏金阁挑战 但是最后 没有一个人能上榜 你确定要挑战吗 地榜前一百名 每一位的分身 可都是达注记期圆满的上古大的 这些大神 随随便便都能把你打得 连亲妈都忍不得 听你师妹的话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别人不行 但林峰一定行 他就有神子之姿 那有地榜上 哪位不是大神 就是 神子之姿 也不过如此 今天 我林峰就试一试 吹什么牛皮呢 想要途径太虚地榜 这可比登天还难 他能寄进榜单 就算是幸运的了 确实 又来了一个挑战榜单的废柴 劝你还是回去吧 少废话 我要挑战地榜第一百名 在下林峰 请赐教 在下马包 是太虚神经 百年来难得一见的 无令七菜 最近 我得腌制一套三点五点别 虽然只练到了两秤 但是对付你 应该是琢琢忧郁 先淹水鱼 不用浇 来吧 原来他就是马包 想不到年轻的时候这么弱 恭喜你 打破保持一百年的记录 容灯太虚排行榜 地榜第一百名 太夸张了吧 眼睛还没长完 林峰就已经把马包真人 挤下排行榜了 林峰已经达到一百名的位置 想当年 马包真人也是在 注意七菜到巅峰的天才 那我要挑战 第五十名 小四 别太嚣张 挑战排行榜 最多可越十名 好吧 那就第九十名吧 在下林峰 请赐教 快看 他朋友变了 第五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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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名 第三十名 第二十名 把你们第十名给我叫出来 师尊 想不到师尊在修炼涅槃体前 还是个美少男呢 徒儿林峰 请赐教 我叫阿难 就是你小子要挑战老子 这年轻时就是个酒鬼 师尊 请赐教 我叫阿难 就是你小子要挑战老子 什么情况 非神是没有感情的 他只会一句开场白 你一问他 他就会这么回答你 师尊这么年轻的时候 就能够发出这么强大的威扬 没想到仅仅差了十名 竟然差了这么大的势力 挑战他属实是有点后悔了 不下车 看来 该怎么又谈你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起李 总共开许排行榜 地方第十名 第十名 你转到了第十名 怎么可能 你爸爸 自以赴竟然一月到了 地方第十名 这是何德的决定 你和你 太变开了 宿主进入排行榜前一百名 奖励两个动物点 宿主引起震惊情绪 奖励两个动物点 宿主进入排行榜前十名 奖励五个动物点 这下我可转翻了 这凌翁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居然一口气 把咱们在太叙排行榜内的分身 都揍了个遍 太不礼貌了吧 欢景格 我继续挑战 把你们第五名的分身给我叫出来 按照惯例 挑战前五名的分身 虚立下生死状 什么 你要知道 还在前五名的分身 那都是驻机器大道 极静的超级天才 他所爆发出的威能十分强大 就连我这欢景格 也很难以置住 一旦你被他们尸首打死 我可不想负责任 要不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 反正都死过一次 怕什么 尽管来 在下林峰 请赐教 在下黄河 请赐教 什么 怎么这么耳熟 这 难不成是黄河老祖年轻时候的分身 林峰这小子有胆破 居然真的牵了生死状 黄河 看来这小子 终于打到你头上来了 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林峰帅是排行第十的绝世天才 但面对黄河老祖的分身 恐怕仍是毫无胜率 老祖果然是天才啊 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这么厉害了 我要认真点 看来林峰这次 是不可能活着出来 他要是能活着出来 我把这地板上的字 全填干净 喂 这可是你说的 是 我说的又怎样 都进去这么久 他估计早就被黄河老祖的分身给碾碎了 我 对 没活没活没活 肯定早就死在里边了 对对对 虽然我的实力不虚色于好 但他毕竟是个分身 根本就没有体力限制 这么耗下去 我迟早会用体力不值而盖下针 没想到林峰既然与黄河里的分身打得其有相当 接下去 恐怕林峰也就走到这里 分身有幻境格提供源源不断的灵力 林峰会体力不值半下 再下林峰 请指教 再下黄河请指教 原来听到这个口令 他就会重新启动幻境 这是幻境格的漏洞 再下林峰 请指教 再下黄河请指教 再下林峰请指教 再下黄河请指教 再下林峰请指教 再下黄河请指教 再下林峰请指教 再下黄河请指教 这样快看快看 林峰已经超过黄河老鼠了 哇 哇 不可睡 哇 不可睡啊 昌天啊 大地啊 这是何等的绝世天资 坦坦千年来的太古榜单 同路殆尽 这怎么可能 这明明是在作弊嘛 常言道兵不厌诈 能赢下我的分身 就代表他有无穷的潜力 是个奇才啊 能竟然击败着黄河老鼠的分身 这 你 哎哎哎哎 把他给我添干净 你不是做使用活着你 就把他添干净了 给我添干净 我添干净 我添干净 你太狡猾了 竟然利用分身的漏洞 你又没说不能利用漏洞 把你们第一名给我叫出来 我要挑战永恒大地 我要挑战永恒大地 我要修复漏洞了 环境阁暂停开放 也好 目前以我的势力 哪第五名都这么吃力了 接下来得继续静静 提升修为 早日击败这些上古大能 师兄 林凤 你真是太厉害了 一百年来 你是第一个能够排进 地榜第五名的弟子 你的天赋 足以看见那上古大能了 师兄真是太厉害了 找兴而已 那我们回去吧 嗯 嗯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马宝珍 他怎么来了 师兄接连伤了他两位爱徒 就将他踢出了太区排行榜 这下 怕不是薪酬就跟一起算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呦 这是什么风 把您给吹来 令凤 你搭伤了我的矮兔 毁坏了我的妈包风 你以为这个事就过去了 要还着我一欠了脾气 我早就弄死你了 不过你要是挡了我的底子 帮我冲剪妈包风 过去的事嘛 我就一望不久了 我这是在给你几回啊 别不知好呆 这没有搞错吧 哪怕我这样说林凤为徒 就凭他 还不如我师兄当他使命了 对不起 我已经有失尊了 阿难哪个废物 他凭啥当你的师父啊 你现在要摆在我的门下 我把我笔神说许了 无上功法 闪电五连鞭 全部交给你 您的闪电五连鞭 小得无福孝首 乖乖 真倔强 是我喜欢的累性 你敢不敢跟老夫 堵一巴呀 堵什么 只要你能截住我了两招 冲进王后 我就不找你的事 如果你截不住 你就跪下来 可透百窝为食 马宝真人 你已是大臣境界 而林凤不过才筑基初期 你俩差这么多境界 这怎么比试 就是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一打其消 我不会用三点五连鞭的 我会压制住境界 只用一个乳沫的功法 结化法来对付 结化法好像是马宝真人 在筑基期时自行延续的功法 此功法以后晃动身体来以气欲力 从而会迸发出非常大的威力 这也是闪电五连鞭的雏形 据说他当年紧凭这一招 就打败了一个将近五百斤 来自英国大陆的大理事 马宝真人 您虽压制境界 但也是筑基期圆满 而且你有将近上千场的这个作案经验 以及各种生存加持 这又怎能算公平 没意思 倒不如这样 如果我接不住你两招 我就马上磕头拜师 但是如果我接住 你就拜我为师 如何 师兄真的按照我的话来了 你马宝真人的实力 就由这种筑基出气的林峰来说 那简直是灭点之灾 而他一旦振振起来 林峰可就真的危险了 大头 你敢不敢玩 有婆理 我就喜欢你这个叫不许的样子 做我马宝真人的兔体 就是要有一颗 征服一切的耶行 谁是谁的徒弟 现在还说不着 林峰 我已经登不进 你跪下来叫我一声使服了 来吧 这么恐怖的威压 都快快见灭地了 是啊 太可怕了 都转气中去 面对如此狂暴的气力 没想到师兄还真的顶住了 就算是金丹七的先体 怕是也会化为灰烬的 我的结化法已经破了你的兜砖金融绝 三日之内 你肯定不能再用第二次 别管我们跟你说啊 你要是敢用第二次结我的第二级 你坑尽死瞧瞧啊 年轻人 我劝你好死未知 不要粗劳迪卡啊 想不到 在听见防御攻凡面前 马宝真人就像戳破窗户纸一样容易 马宝真人毕竟是大臣境界 根基十分雄厚 虽然他是压制境界 那也相当于一个臣人 在用一只手戳打小孩一样 也不知道师兄能不能接触这第二级 师兄 小心啊 你现在乖乖的鬼底下给我磕撒头 叫我一声使风 我可以不出第二级 免得你拜拜来送一条性命 我的防御功法被克制 若不想作业代币 看来只能冒险一事了 你我指尖的查局 那就是一个田一个地 你就是宰不负气 这是实事呀 少废话 来吧 这可是你比我了啊 解化 老老实人的这次攻击 比上次更稳劣了 涅槃之境 正通万法 无效助准僧 起灭杜真灵 大独仑 大独仑 解化 其 哎呀 大了个奇妙啊 在这 在这 咋回事啊 这是 李方做到了 他成功借助第二级了 师兄居然在瞬间 学会了马保真人的接化发 将马保真人的攻击 通过接化发化解了 这不可能啊 我堂堂一个大乘警戒 接化发我哭连了数百年 你可能一接这么短的时间 就学会了 你是傻妖孽啊 我就是以后要横扫诸天万计 斩尽一切黑暗与不公 拯救万物苍生的 林崩 两朝一过 愿都服输 跪下 叫师父啊 推 是啊 你堂堂一位大乘境界的真人 不会想耍赖吧 开玩笑 我活了赏钱年 我只会 教你这个小屁孩 吃准了 我就是到猫坑里去吃屎 我也不会教 哎呀 你个小大猫啊 我今儿非要把你脑袋管拎下来 挡咬呼不住 三点五点别 我真居然属于大臣 今年闪电五点天 林峰快逃 师兄小心啊 韩老朱 师皇后老祖 师皇后老祖 王宝 你这小辈 甚是不安分 有出来闹事 哎呀 小辈不甘啊 既然 与林峰立了赌约 就该怨赌服输 与兴诺言 怎么戳反而 不肯拜师呢 你们俩是脑子弯的 还对吧林峰 嗯 还不赶紧拜师 准命 前准宅上 亲手 马宝 真人一拜 主玩快快醒起 你啥 乖 老朱 要什么事 我就先去骂了 且慢 还有一事 骂吧 你身为 大乘境界的修行者 却事前凌弱 这又该当何罪 我就这一会 我下不为力 怎么着 我不干了 好 那就罚你打造 太区圣经 所有的宝厕 刑期十年 啥呀 又让我去打着猫坑了 不满意 那就二十年 还满意 哎呀 老朱纷纷纷纷的 可待你 我最喜欢干净了 我看这马宝这人 以后怕是得把马宝峰建在茅房了 林峰 随我去修行洞府吧 林峰 老朱 免了 今日让你过来 是想传给你一本功法 拿着 气海归虚绝 不错 你的气海如此之大 想要凝结成金丹 需要花费上千年的时间 而有了 气海归虚绝 可以贯通你的金脉 加快气海运转的速度 进而达到 气聚成水 水凝成丹的效果 不仅如此 普通人 最多 可以凝结成一颗金丹 而你 凭借如此强大的气海 甚至可能 凝结成 数颗金丹 数颗金丹 老朱 用您这个法觉之后 需要多久 才可以凝成气海的 如若练到小城境界 五十年内足矣 如果想要达到 大城境界 十年足矣 十年对我来说 还是太久了 那如果是圆满境界呢 想要达到圆满境界 半年内 便可凝聚气海 不过 放眼东连大陆 除了我跟 永恒大帝林真昭之外 别无二人 更何况 你的气海十分庞大 是普通人的十倍之多 能达到 大城境界 也是奇迹了 赤月巢穴 在半年后 就要开启了 十尊说 那里强敌如灵 要在赤月巢穴 杀出重围 我必须要凝联气海 成为史上最强 林峰 不要贪图速度 正所谓 涓流虽寡 尽城江河 你如若能够下定决心 实质已恒 我想十年之内 你肯定能 凝聚气海 是大城境界 全业的功夫 就修成了 这小子到底是 如何做到 我当年也花费了 数十年 才勉强修成了 我的发言 被盲成了 即便如此 修炼气海归虚绝 需要耗费 大量的灵力 来运转气海 运转的速度越快 耗费的灵力 越多 到此下去 做出半个时辰 他的灵力 便会提导好光 进而迅拓晕绝 久得圆满静气 就是痴心望 这样也好 至少 到他灵满 急功静地后 他竟利用 涅槃精的境界 来引动 天定灵气 进而 让天定 来为他运转气海 从此下 气海并会 生生不息 连续运转 已经达到 圆满境界了 奇才啊 林峰 这是您应气海的 关键时刻 你要心无旁骛 全臣专注 我走入洞口 为你护法 闭关半年后 终于可以回来了 如今我已经到达了 驻鸡中期的境界 根基也更加稳固寻厚 可为了领悟 气海归须绝 我耗尽了几乎所有的动力 得赶快收获点 震惊情绪才行 师妹怎么鬼鬼祟祟的 天地玄宗 派去人音 妙月之门 家业祭 你 师妹到底在做什么 神奇这么久 终于让我拿到了 不愧是摩罗圣经的女摩尊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 把家业菩提交给我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你答应过我 我帮你拿到家业菩提 你就把从我身上得到的 修为还给我 当然 君子一言四马蓝锥 师兄 快走 休想杀害我师兄 这回我还想杀我 师妹 是他 还有 我的父母 他们在哪里 他们好得很 都在坟墓里等着你呢 都在坟墓里等着你呢 你答应过我 我帮你完成任务 我就能见到他们的 我现在杀了你 你们一家就能团聚了 屁屁 杀了你 就凭你这龙子还想杀我 去死吧 崩盛全子 师妹 自然以为我 谢谢 你打不过他的 快走 别夸我 又来一个不知死活的小 不过我没心情杀你 直去的话快滚 只要有我林峰在 没有人能伤害我的师妹 口气倒不下 不过是个住机器的小鬼 你对我来说 就只是一粒渺小的尘埃 我已步入杜结界 你觉得我会和一个尘埃交近吗 我管你什么结 我林峰就是你的结 今天 亲手载了你 崩盛全 别天生 我狗起头声 修灵你暗真几乎 等的便是今日能够报仇寻恨 灭我紫金风 捅我尸门 就算你死千次百次 我也不解恨 杀 师兄小姐 小子 有点意思 区区筑基中期就能爆发出 如此超凡的实力 不可思议 日后再见 希望你能变得更强 师妹 师兄 师兄 对不起 师妹你放心 家业菩提被盗的事 我是不会透露出去的 其实 我是摩洛圣经的女母尊 那个黑衣人 灭了我的族人 还吸走了我所有羞 以前险祖 我逃到了太虚圣经 没想到 还是被他发现了 他以我父母作为要求 让我盗取太虚圣经的家业菩提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才 别说了 失去亲人道苦 我明白 如果换作食物 也会这么做的 师兄 生命人 打算收集四大神经的菩提精神 然后迁往赤月潮穴 我去齿龙心处 再通过这五代八宝 最终炼化成赤月神兵 一旦赤月神兵变成 他将会用的神力 撕裂赤月潮穴 赤月潮穴 那是东陵大陆的穷底 一旦坦塌 四大生命 将面临灭临之灾 看来 这赤月潮穴 我是悲剧 狗 师尊 您找我何事 徒儿 在前往赤月潮穴前 为师传你一本 天阶功法 瞬息移动 多谢师尊 你的拳法 虽然很强劲 但是速度非常之慢 在你学会 此身法之后 就再破绽了 你虽然天赋异禀 但此乃天阶上品功法 十分玄妙 为师啊 也花了十余年 才练得此身法 你呀 切勿着急 师尊 我以习的身息一动 师尊 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 只是有点 不舒服 明日 为师姐不送你了 我 我先走了 胆敢得罪我困轮神子 要害没有 十块浪贷都不够掉 师尊 干嘛的 这是胡腻歪了 师尊 师尊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仗势欺人 想不到昆仑圣境 既是一包猥琐之徒 真是不自量力 皇宝丫头 竟敢入我昆仑圣境 放肆 对待姑娘 怎么如此粗辱 堂堂昆仑神人 竟然欺负一个弱者 也不怕被人笑话 是他有眼无珠 撞到了本神子 本该处死 不过 姑娘 看在你的面子上 本神子是可以大发慈悲 放过他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姑娘有如此角色容颜 不知可否愿意做 本神子的女人呢 若我日后 征得大道 我也保你成为一方圣人 就凭你摆着 做梦 本神子看中的女人 还没有得不到做梦 净就不吃吃法轿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师兄 师妹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留在圣经养伤的吗 我伤势已好了大半 不是的 这祸端是我闯下的 不能让你一个人来朝学冒险 他来 这又来个人 肖小之徒 竟敢跟等神子抢你 难道你不小活命了吧 给我师妹陪李道歉 我贵为昆仑神子 你们太虚圣主见了我 都得让我三分 与去一个无名鼠辈 你又算什么东西 真是太不自量力了 让神子给你道歉 师兄 算了吧 昆仑大陆乃是死大陆排名第二的圣经 昆仑神子李斯文 更是早早步入金丹初期 实力超凡 在进入赤月潮雪之前 没必要现在就去招惹他们 你说的有道理 多一时不如少一时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要去超学中心 找到赤月神处 就不添这个麻烦 没用的诺 看来本神子的神力把你们吓破了胆吧 快点夹着尾巴 滚回家去吧 既然你如此无敌 那我今天就教教你好好走 打到你给我师妹陪李道歉 师妹 让一下 你不过就是个住击期的楼椅 还敢在我金丹期面前叫嚣 你在我眼里 已经是个死人了 我怎么会给死人赔礼 哎呀姑娘 要不还是算了吧 这个家伙太厉害了 他可是神子啊 要不 还是道个歉算了吧 我师兄生来倔强 不过 他也是有实力 可以打赢的 姑娘 有自信是好的 但是也有语之匹敌的实力 要不然 那也是话中屈出 自取耻辱 大夫老了还嘴硬 不明之辈 要是能被我家神子一掌打死 那也算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了 虽说你这无名鼠辈 根本不配跟我神子相提并论 但是既然你自己寻死 那我就只能成全你了 他在搞什么 姑娘有所不知 这是昆仑的嘲讽动作 画昆首 原来神子李斯文 就是蔡昆真人的清传弟子 按你个面无表情的样子 想必已经被我的画昆首 给画上个尾巴 那就趁现在 受死吧 都远进入去 他怎么进入李斯文的群 这小子怎么会有如此惊天实力 竟能与昆仑神子分情抗衡 去求人小辈 居然能提到我的火 还算有点紫身 你玩够了 该轮到我 他还敢出手 崩山群 崩山 崩山群 我崩山 好恐怖的权劫 方才上路我没能躲过去的话 估计我会当场毙命 他到底是谁 四大圣经之内 从未听过此人 罗姨 桃月你这夫妻搞得嘴来了 看来 我还不出绝招 也是不见乱才不流泪 彩坤圣伦 封我力量 这是撇山坡 好吃的 威能 尽头 我教你 我输了 我再也没有脸去支援巢穴 走 知道 快看 各大圣经的天才们都来了 往上 昆仑圣经可真够丢人的 巢穴之门都没进去 就被太虚圣经 蛀鸡漆的废物给击败 浑原圣经的最强天才 易水寒 听说他已经达到了金丹后期境界了 是百年难遇的绝世妖孽呀 打败一个金丹漆而已 我在沙巴克之城时 有无数金丹漆的刀相 什么 就连暗夜精灵的王子都来 传说他们是来自世界树的太阳几部落 身法操凡 剑法出神入化 这次赤月巢穴 竞赛真是盛况空前 我们能目走如此璀璨盛世 是悲哀 也是幸运哪 林峰 别以为你击败了昆仑神子 就可以如法炮制地击败我们 蝼蚁 终将是蝼蚁 你注定要被我踩死在脚下 说这样台词的人多了 想击败我林峰 随时放北 赤月巢穴开启了 话说过去几十年了 太虚圣境都没赶来参加赤月巢穴 这届怎么出息了 又开始派这些废柴弟子来给我们送福利 难道太虚圣境想翻身吗 翻身 就凭这个一直停留在主击中期的废物 林峰吗 虽然我霍元弟子上次在比试中输给了他 但那也是一次大意 这一次我霍元圣祭近期所有派出史上最强的弟子 易水寒 连同张庭 包亚珍 一一不落金丹初起 就算是三十个林峰 我们也会将他碾压的连灰都不剩 孙长老 虽说叫林峰这个小子不值一提 但是我的爱子 董冠杰程序历练 还是要把杀他的机会留给我们来 好 那我就让我的弟子给他留半口气 然后再让你的皇子亲手斩杀 一言为定 赤月巢穴开启了 赤月恶魔是半部原因的魔怪 到时候如果打不过逃就是了 你们逃 必须击败的 拿到赤月山中 他们是能抢战先机飞入巢穴 然后暗杀埋伏后面的人 师兄我们来不及了 快走 师兄 这就是赤月巢穴 我们走吧 等等 还有两位朋友在这儿等着我们 没想到你还能发现我们隐藏后的气息 不过没用了林峰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师兄 该怎么办 你的伤势刚刚恢复 不易对战 交给我吧 林峰 上次比武是我们太过轻敌 让你这凡胎占了便宜 这次我们混元圣镜 是要诛杀你这败类 一起上吧 太狂妄了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为了杀你 我与师妹包雅珍 不但借圣主之力 闭关修炼了地阶上品功法 乾坤刀法 更是双双迈入了金丹初期 你区区一个助击中期 只等着被我们秒杀吧 我们还要抢赤月金珠 别跟他废话 直接出绝招 如天大盗 好霸道的刀法 一阴一阳 两股刀锋相辅相成 形成强烈的气力 不知道师兄能不能躲得过 两米千块 天坤刀法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如此劲爆的威能 就算是金丹中期也难以招架 我看着林峰定是要被剁成肉泥啊 林峰小贼 感受到两位金丹 即联手的口拒了吧 混元圣镜 不惜祭出珍藏千年的灵气精华 为张廷与包牙针脆体 祝他们完成境界突破 如今他们的乾坤刀法 已达到圆满境界 定能将你无骂分尸 师妹 双刀合并 乾坤刀法的最强一招 双刀合并 没想到这一招 你都传授他们了 怎么可能 福宇师兄避光苦求半年 几乎都能将华山劈开的乾坤刀法 现在就这样被你青人一组接住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张廷与包牙针的乾坤刀法 乃是圣主秘传的功法 就算是金丹中气的修饰 都会被诛杀在地 他区区一个筑基系 又是如何做到的 这完全不合理啊 如此霸道的刀法 他竟然轻而易举地能将其破解 师兄果然厉害 我的刀怎么又强 你到底是什么怪物 我们都修成金丹初期了 怎么还是敌不过你一个初期中期的 我不服 我不服 大师兄 贝勒 你惨了 我大师兄一水寒 可是混原圣经的最强弟子 他的天接剑法 一剑飞仙 向来杀人于无形 剑血封喉 当他拔剑的那一刻 你便已是一句被割喉的尸体了 师弟 我说过 不要拿我跟垃圾做比较 如果你真想拍我马屁的话 那我就迅速斩杀他 给你个机会 能拍上大师兄的马屁 简直比拿到吃月金珠 还值得高兴 看 林峰 我说过 我注定要将你踩在脚下 知道我在修仙界的名号是什么吗 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那我偏要告诉你 我在修仙界的名号叫一剑仙 在这一百年来 从未有人让我使出第二剑 杀你这褒鱼 一剑足矣 这剑气果然厉害 简直寒气逼人 师叔小心 这回天灭地的气势 不愧是混原圣经的绝世天骄啊 那还用说 一水寒可是我混原圣经万年一遇的奇才 刚入门不到一年 便能越阶战胜助击后期 天赋绝底 若不是为了进入赤月潮汐而压制住境界 以一水寒如此雄厚的根基 他早该进入原营 小小重机期 一百年来 还没有人能躲过我的一剑飞仙 后转进入区 银单后期的势力的确很强 可惜我更强 别大屁 什么 什么 你居然 为什么没有封猴 小小助击期 爆发出于我金丹后期相当的实力 你究竟是什么妖孽 是我出现幻觉了吗 大师兄 不是幻觉 我看得很清楚 他确实一招 就破了你的百年一剑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养吧 一剑仙 你就这点实力吗 看来是我低估你了 接下来 我将用全力使出第二剑 灰飞烟灭 刚刚这一剑 就算同进界的金丹七也难以抵抗 他居然仅仅只用了五层共力 看来一水矮的实力 真的是高深莫测 马上升级 要使出天外飞仙了 天外飞仙 没错 天外飞仙 只有一名神秘剑圣 陈奋法所创的天机上笔功法 功法是将肉身和全部领域 极限压缩 全身修为 挤压出一柄飞剑立于指尖 飞剑悬而不落 如金芒彻电 如长虹惊天 一剑时 你才能用手指随意控 现在达到剑即是我 我即是剑的超凡境界 大师兄 这就是在极限压缩修为吗 对 我们马上就要见证历史 成为第一个看到此功法的人了 小小筑机器砸碎 临死前还能见到我的天外飞仙 你可真是鸿福齐天啊 受死吧 原来 天外飞仙的奥义 是通过羁压全身周围化成了指尖飞剑 不但有无穷论语 并且 并且能够跟随手指随意分手 但是我几乎不可能读到飞剑的攻击 真是恐怖如死啊 师兄快逃啊 剑法的最高奥义并非以弃欲剑 而是遵循天地大道 进而达到万物皆可为剑的超凡境界 想不到易水寒的领悟力 早已比肩上古剑胜了 这招天外飞仙 是将草木流风化作万剑无影 林峰 就算你有通天的本领 也必定会被千刀万剐的 怎么慢了 这么多钱就有办法 因为我们目前的身法速度 躲过这些历人都有些致力 更别提接近他了 但也不能坐以待毙 看来我们继续提出 顺习移动的境界才行 消耀千贵万发随行 天罡地坝斗转流星 原来如此 我领悟了 就死吧 你几天队的威能 就像席卷天界的虚余风暴 如果这样刺在师兄身上 还是会粉尸碎骨啊 你的剑 太骂了 那我就让你更快点吧 白虫奔三拳 白虫奔三拳 大师兄啊 大师兄 大师兄 从今以后 只要有我林峰在 你们混元圣境 别想再欺负我们太虚弟子 师妹 我走 林峰 你到底是什么妖孽 区区周期中期 怎么会有如此惊天本领 就连我混元圣境最强天才 易水寒都不敌你 难道 你真的是永恒大地转世吗 孙长老 看把你吓 此人战胜易水寒 无非是运气好 我儿只需动动手指 就能把他压死 原来是几个前来送死的小鬼啊 今天你们碰上了我们 也算是你们买了具黄泉的船票了 你们还不配做我的对手 不自家你的东西 我们是故意压制的朱姬齐 可实际上已经修行了上千年 静单级的修饰 在我们的眼中也不过是玩物 那我还真想见识见识 今天就让你四个明白 你连让我拔刀的资格都没有 好强啊 因为东西是谁 我是神的后裔 执掌砝码道路 沙巴克之城里的正义 这麒麟血草可不能被他们拿到 你这注尽器的肺腑还妄想跟我们抢拨麒麟血草 就算是脆体的血草给你吃了也是浪费 你仍然是只蝼蚁 有本事让我回地死边 信不信我甩死你 连我一招都接不住海嘴 我这就送你上路 太虚圣镜怎么判你这么弱的来 麻烦 就算你救了我 我也不会感激你的 真是嘴硬 无论你敢不敢激 对我来说都没错 林峰 你是他们的队友 我问他同行人在呢 被我打了很久都不肯说 还真是硬骨头 一想到你李天心还挺有骨气 不是不说 我是真不知道啊 你在我眼里和他一样 都只是蝼蚁而已 连让我拔刀的资格都没有 记住了 我叫董冠杰 是神的后裔 执掌法马大陆 沙巴克之城中的证明 虽然完全听不懂 但是还是有点赶 别招 这么快 认真了 从小我在沙巴克成长的 天生神力 虽然我天赋异比 但我从未携带过 为了提升境界 我前往死亡山谷列明 甚至还去过黑暗地带 屠杀过触龙神 最终才催俐出这副钢筋铁骨 而后 我被战神殿选中 从此进入人生高光 如今 我父皇举全国之力 为我配产了顶级装备 无论是天赋还是装备 我都是最强的 我的儿子终于长大了 你终于明白 父皇的良苦用心了 一定要杀了林峰 捍卫我们 沙巴克家族的荣耀啊 沙巴克之城 征服东陵大陆 剑从你林峰开始 这难道就是剑中队 师兄小心 我听说过董关键 东陵大陆同级别 根本没有人打得过他 那是传说中的上古名刃 据说三界之中仅死一把 可以独杀任何先体 凯天斩 什么 林峰的炼体 竟能达到如此之急 竟能徒手接住 这也太逆天了吧 看来锦中队也不过如此 我的锦中队 怎么可能 它可是连金丹气圆满的肉身 也可以遭斩灭 看来你的修行还不够 你也太意外装备了 我的身体怎么动不了了 没想到吧 就在刚刚我砍下你的时候 对你偷偷使用了麻痹戒指 麻痹戒指 麻痹戒指是一种极其惊险的灵宝 一旦运用出来 可以让对方产生麻痹效果 使得对手无法叫动灵力 动弹不得 想不到这个傻巴克之子竟如此卑鄙啊 连我都自愧不如啊 那怎么办 师兄岂不是很危险 想不到麻痹戒指竟有如此威力 如今这小子怕是插齿难飞了 海虚圣境的灵克小贼 还想与我配满神级装备的艾滋匹敌 真是白日做梦 儿子啊 尽情去运用装备吧 让他瞧瞧我们沙巴克家族的课金实力 林峰 中了我的麻痹戒指 轻刻之间你将动弹不得 任凭我柔力 在临死之前 我就让你再见识见识力量戒指的威力 这又是什么 力量戒指 力量戒指 是一种暂时能够提升气力的灵石 据说戴上它后 可以加速气海运转 进而使得体内所有灵力统统爆发出来 气力值可以达到平时的数十倍之多 董冠军目前的实力来看的话 直接轰掉一座宫殿都不在话下 林峰 而有了气海归虚绝 可以贯通你的经脉 加快气海运转的速度 贯通经脉 我明白 那就试一试 十倍开前斩 气海归虚绝 怎么又是剑 你是怎么破掉我的麻痹戒指 还有我附加了力量戒指的金钟月 你的装备用完了 该轮到我了 海虫崩盛上场 你的拳法虽然强 但是你永远也破不了我的天魔宝奖 你把我打了 什么 我的儿子装备如此精良 难道被一个武兵小组打败了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太心圣子 难道都开挂了吗 我这原因 启动无法击破的天魔宝奖 怎么禁不住你这一拳 为什么 我已近近所有 却还是敌不过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依靠装备和课金 是无法成为真正的高手的 那如何才能成为高手 开挂 你们也想试试吗 想不到辞子的实力 已经如此强劲了 此章之后 我们几大圣经必须联合力量 诛杀此子 吃了麒麟血草 再加上为你催动筋脉 不出半个时辰 你的烧是便能恢复大半 林伯 我 我死前那样对你 没想到 你仍旧已得抱怨 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 怎么看不见呢 赤月恶魔在赤月朝鲜 布下了阵法 如果不是超凡圣经 我们是无法窥视里面的情况的 看来赤月恶魔出现了 赤月恶魔只有在五十这个时辰里出现 如果错过了赤月金珠 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们快去朝鲜中心 不用管我 好 走 你多保重 林峰 一定要拿到赤月金珠 不能给咱们太阳圣经丢脸哪 是赤月恶魔 是赤月恶魔 又来了两个入网之鱼 引你们进入赤月巢穴 果然是一个好计策 正好差你们两个 等我把你们吸干 正好凑足一万个修仙人的魂魄 不 到时候我的赤月不思功 就达到了最圆满的境界 嗯 啊 不 今天所以 小丫头 那就同你先开始吧 啊 崩扇权 好强劲的权力 这主机器的小鬼 没想到 有不错的实力吗 不过以你的秀为 不能伤害我半分毫毛 想不到赤月落寞的实力如此困难 如果按境界划分的话 他起码应该达到金单期圆满了 甚至是半步原因 不愿无事公交 夜满火山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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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有涅槃体 记得上次遇到那个涅槃体的人 还是 你说的是谁 你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今天 我也不能留你性命 赤月光死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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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月金珠终于到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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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能让他练成试炎神兵 师妹 交给我吧 三三拳 不错 为了正德大道 我原本打算杀了 斩断七情六欲 所以你就灭了我整个宗门 是我们的宗门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 你要我前来同为一体 如果杀了你 后面也就不存在 只有你我共存 我才可以统治朱天 大道 说过奈莎无辜才可以统治朱天 那我宁愿自杀 绝不正着大道 一缕神石终究只是一缕神石 永远无法懂得大道的真谛 什么狗屁神石 我就是鬼 我叫林峰 拯救万物苍生的林峰 这才是我要正的大道 你这半吊子泥盘体 对于我的摩洛体 完全是以卵即使 以我之间的差距 就无辜格了好几次去 你真觉得能杀得了我 真是愚蠢至极 你这 你这 哎 不用的东西 大个人不管用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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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居然将马保真营的 小双角 冯山拳结合 成为新的小双冯山拳 啊 啊 怎么会有两个师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你所见 你就是我 我在另一个虚空里 可以叫人大爱 那是苦思冥想 却始终无法处理 直到有一日 我在观想时发现 原来 是因为有一领神石 留在了 而这领神石 竟幻化成了你 在此间当中修现 你说 我只是你一领神石 师兄 哈哈哈哈 确实终于练成了 不要将它插进 这巢穴的中心 届时 这妄灵大陆的四镜圣地 将会四倍变变 可恶 蝼蚁就是蝼蚁 只有完全领悟涅盘体 变得纠集涅盘体 才有可能击败他 我绝不会让他得逞 大道无极天际 天地巡逢万法归宜 我终于懂 这怎么可能 这么短时间 你怎么拥有了 完全涅盘体 涅盘百重崩山权 师兄居然住在了 完全涅盘体 就在这之间 到底还有什么 我不知道秘密 我到底是谁 你还知道些什么 林峰你现在很想杀了我 但是我知道你的软肋 就是你的师妹 苏婉晴 但是我知道你的软肋 就是你的师妹 苏婉晴 你的软肋就是那毫无意义的情感 还有你的师妹 是挡在你面前死去的 就是这个完全 林峰 这十四大圣经将会全部被覆灭 你刚才击备的 只是我一个分身而已 你我同为一体 你还会找到我的 师妹 这是怎么回事 我还 刚刚才把赤月神经 插进赤月潮湿中心 贯穿在东京大陆的群里 就是需要痛快了 快逃 这是哪 难道 我真的回到了上演室的北京大陆 三年 三年 都没收到 快逃 后宅 软 下雨 下雨 吓 下雨 下雨 下雨